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收看我之前所发布的两篇 关于我去台湾的影片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 那这一则影片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个Scoot的飞机餐 这一个是我在去之前就有预定好的飞机餐 价格的话两分是814元,它是套餐 那首先现在开的这一个就是叫Oriental Treasure Rice 官网上面它的名字是放东方珍宝饭 就是我们大家所叫的八宝饭吧 那接下来开的这一个包装上面它是写 Chicken and Egg with Rice 就觉得这个类型写的非常的直白,非常的直接 官网上的名称也难读哦,叫 齿油鸡饭配青菜 齿油,读起来怪怪的 Anyway,下一个 这个就是跟着套餐一起来的巧克力冰淇淋 这里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哦 这一个雪糕的口味的名称叫做Premium Bulgium Dark Chocolate 优质比利时黑巧克力 然后它的名称叫做Arter's Ice Cream Arter's的意思是乳房 如果没有错的话 觉得它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Anyway,提供的餐具呢,是这个环保的餐具 就是用木做的,至少不是塑料 对,个人其实是不太喜欢这些餐具哦 虽然是环保,但是它是 有些时候吃起来会 会让你的食物带一点木质调 有点木木的感觉 不过环保嘛 所以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纸油鸡饭的部分 个人觉得一般般 就非常7-11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这个Oriental Treasure Rice Chicken Rice的这一个部分 个人觉得它是比之前那个 纸油鸡饭来的好吃的 它会比较有 有一点香味 比较有香味 然后里面放的料个人也觉得比较好 有鸡肉,有香菇,有栗子 对,最重要的好像里面还有腊肠 所以味道很好 这个可以推荐 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个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Scoot上面所享用的这个飞机餐的一个体验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分享订阅哦 帮忙把我的这个订阅数刷起来 好,那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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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